今天是来到这边很中的是 一鹤牙医诊所的院长 陈国强小强院长 院长你好 余燕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 很有趣 非常多人有这个困扰 就是打鼾 那一定觉得奇怪 为什么打鼾现在是牙医诊所来谈呢 因为越来越多牙医诊所也投入了 雷射治疗 打鼾是真的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梦魇 家庭失和婚姻问题 或者这个睡眠品质不好 工作也受影响 那要先请教小强院长 据说两层的台湾人都有打鼾 还有睡眠呼吸的障碍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吗 是的 因为通常打鼾的人 或者睡觉磨牙的人 绝对不会是自己能够发现的 通常都是严重到一个程度 或者是枕边人 忍受到一个程度 那才会被诊视的问题 对对 所以但是憨声雷动的人很多 这个跟主色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 这个跟你们牙科有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口腔的构造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部分 那假如说这个口腔的软组织 也就是我们的扁桃腺啊或软二旋庸垂 这些肌肉太松垮的话 那他就会震动 是 医师你现在治疗过的打鼾的病患 大概都是几岁比较多 最年轻的是几岁 三四十岁就有了 以中年族群男性居多 是是 那么现在针对这一种 就是睡眠的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现在其实是不一定要进手术对不对 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因为像他治疗有分别有手术跟肥手术 是 那手术的人有些就是去除这些喉咙的组织 是 那当然这种 那叫做什么 玄庸垂软二阴成形术 名字好难哦 是 那只是有些人听了可能就会很害怕 对 那再来就是有些人戴止痕牙套 或者是比较严重可能会带 有些到呼吸中止带镇压呼吸器 可是他等于在睡觉的时候啊 有东西平常就睡不好了 带个东西在嘴巴里面啊 还是整个包在头上 他们更睡不好 是 这手术就听名称很可怕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玄庸垂软二阴成形术 这是针对里面把它烧掉 对不对 一个会挡住呼吸的 一个是射频烧灼术术 也是烧掉里面的 对 另外一个是正二手术 这个更大 这个手术还是规模很大 那所以现在就是 这些打痕治疗就是 那比较简单就是带睡眠呼吸器 或者止痕牙套是不是 是 所以那但是有些人 他们仍然觉得说 平常睡眠品质就很差了 所以现在有比较更好的方法 就是无创的 什么是无创的 它是利用雷射 然后加热 然后让我们口腔的阻止 就是刚才提到的 玄庸垂软二或扁桃腺附近 等于是口腔后面的呼吸道的部分 让它的胶原蛋白 可以重新生长 那变得比较紧致 是 就像我们有些人觉得皮肤松垮 会去做电波拉皮 是 那面子要顾 那一样这个是里子也要顾到 听起来好神奇哦 所以这是牙科在做的 所以针对口腔里面 八个区域来做雷射加热治疗 这样有差吗 比方说在这 嘴巴张开的两侧 对 里面的两侧 对 医师你是怎么治疗的 就是依序这些地方治疗 那像是看严重程度啊 它这些地方都 就是不需要打麻药 也不会有术后的不舒服 对 可是你打雷射打脸都很痛了 打就是比方下额进来的牙齿 凹沾家 对不对 因为它是属 它雷射的能量其实是有分的 那当然对于这种比较脆弱 敏感的地方 一定是要用能量低一点 了解了解 所以嘴巴里面就是有八个区域做雷射加热 治疗完当天回去就不打呼了吗 它还是需要修复的过程 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通常假如症状轻的可能一两次 就会觉得有明显效果 比较严重的呢 可能就是三四次的疗程 是是是 那这种就打喊治疗 我们刚刚说还可以带睡眠呼吸器 止焊牙套 这些在我们诊所也都有进行这些治疗吗 它是跟我刚刚说的雷射加热 一起同步进行吗 还是不同的 也都可以 因为它们互不影响 所以医师讲一下 就是那个三十几岁的案例好了 你是怎么帮他治疗的 好像通常一定是来看诊的时候呢 那会讲的人一定是跟他睡觉 也就是他的太太 那现在 他太还怎么讲他 他还蛮生气 因为像喉咙的震动那个声音很大 你就想象说那个夏天的时候 那个蚕会有什么 这样会有声音 就翅膀一直震动 那假如放一只蚕在那个枕头旁边 不用说一个晚上 大概一分钟你就想把他赶出门 是是 所以那个 而且几乎隔的房间都还听得到 对不对 对 这就只是说那个震动的速度不一样 频率高低不一样而已 那当然他就有机会他就会就是尽量的资讯 看能不能解决 因为当然通常先生本人他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个问题 因为他听不到 对对睡觉不知道 所以打呼跟健康精神状态也有影响 对不对 打呼的人他可能白天会比较累 还要睡的时间比较多 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头会痛 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而且体重还会增加 为什么打呼的人体重还会增加 还会磨牙 磨牙这个上次医师有来讲过 是的 因为其实上次有提到过说 其实睡觉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现在其实很多研究都还在进行 那假如说在身体没有足够的修复的话 其实很多机能代谢 还有甚至我们的工作能力都会降低 是 但有时候我们就是把它当成理所当然 对 那为什么会打呼呢 打呼的话就是因为 像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软组织啊 它是不会阻塞到呼吸道的 但假如一躺下的话呢 那呼吸道就在下面 那这些组织就会因为重力的关系 垂下来 对 所以那医师为什么是这八个地方 现在大家看我们画面可以看到 比方牙齿内的两侧 或牙齿咽喉的下方舌头 或者牙齿善恶的里面 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睡着的时候 它都会垂着影响到呼吸吗 是的 因为我们的呼吸道是在后方 那这些组织呢 就像嘴巴张开就好像一个窗帘一样 那假如说我们躺下去之后 那窗帘假如说没有张力 那它就会往下垂 那为什么男人是比较多吗 因为打呼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大概有20%的人在晚上打呼 那男人大概是25%的人容易打呼 这个比例比女生多 这怎么统计的 这个当然是个统计的数据啦 这是个平均值 那可能就是跟 其实就跟我们体型啊 脖子或下巴长短 或者体重这些都会有关系 是是 那如果不治疗打呼 还会得到了呼吸中止症 怎么是呼吸中止症呢 那这样子情况会多严重呢 因为像刚才讲的这些 软阻值阻塞呼吸道的问题 那其实再严重一点呢 那就是整个阻塞阻 对 那就没办法呼吸了 对 就是上呼吸道阻力症候群 还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些疾病听起来都很可怕的 那还有的是 小孩子功课压力大 也会这样子是不是 也会有 或者是说一些容易过敏的小朋友 对 这些都有可能 为什么过敏也会打呼呢 因为也是类似的道理 就是鼻腔啊 或喉咙附近的阻支 变大腺腫大 那就影响这些睡眠的品质 对 还有就是说像睡眠呼吸增止症 这种睡眠障碍 说是男性 胖子 喝酒的 还有吃安眠药 和阵地剂的人 他们得到这些睡眠障碍 呼吸中止症的几率比较大 他会 严重成绩会怎么样呢 像 有一些是中枢型的 它就是可能我们脑部的 控制的关系 那有一些阻塞型的意思就是说 纯粹是喉咙部分的问题 那这个是目前雷射 比较可以处理到的部分 是是 所以我们牙医诊手 也有雷射治疗打汗这一些的内容吗 有的 他是怎么做呢 说对于悬涌槌槌槌槌是在哪里 悬涌槌我们假如看卡通 那卡通人物在尖叫的时候 嘴巴张开会有一个像钟摆的东西 在那边晃来晃去震动 就是那个 那个是悬槌槌 张他的嘴巴也是看得到一点点 要看人哦 因为有些人他 就是因为他的阻值吹下来 结果他 就看得特别清楚 降到了后 其实被舌头挡住了 那有一些人一张开就看得很清楚 是是 那这样的水槌槌俗称是小舌 或是软鳄 或舌肌周围组织粘膜 这个把它用雷射加热 就是你们的治疗方法吗 是 很痛吧 他是不会 因为他现在可以说是无创的 他是用一些热度 所以不必麻药 只是会温温的吗 是 真的不会痛 不会 你错过很多吗 有 没有吃麻药 然后嘴巴张开 你就用这个进去给我们雷射加热 对 听起来蛮恐怖的 因为假如说会痛的话 我现在就不会在这边了 对对对 会痛的话 大家就会尖叫 对对对 我可能就直接一拳 然后就会上来 对 所以这是可以 然后你的那个雷射是什么样子呢 跟我们做雷射美容那个样子一样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雷射的机器都大同效益 那就是类似一个把手 然后有个探头 是 然后那个探头进来之后就 我们嘴巴张开 你就开始对嘴巴里面 一样是躺在你们雅医的病床 对 就是视线这样才够清楚 是是 好 然后这样子做雷射治疗之后 刺激胶原蛋白新生重组 然后它就是刚刚所说的悬涌锤 它会比较小吗 它通常差别是在于说 假如它有改善 那嘴巴张开 那我们看到那个喉咙刚才讲的悬涌锤的就是高低 看得清楚的程度不一样 对 它会往上一点点 对 会比较往上 说进去一点 大概差别是几公分 看程度一般像图片上的话呢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就是整个悬悬下面都还可以到舌头 是 都还是中间有缝隙 是 所以医师你那个打过你的比方那三十几岁的人 他之后缩回去是少很多吗 有 因为在年轻人的身上 当然他们的新陈代谢或者是修复力是比较好的 或者是本身身体的状况 所以目视就会觉得有改善了 是的 那这样的止焊雷射是健保几副吗 这个是自费的两成 那要大约要打几次 大约看严重程度 那通常假如说轻微的可能两次 他就会八成就会觉得有改善 他通常一样是问他跟他一起来的 对 严重的话可能就是三四次以上 费用可以讲吗 费用 一次大概多少 一次 几千 应该是不止 不止 好 算了不要问下去了 对那么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居家睡眠检测仪 这个是可以在我们诊所服务吗 也是有 因为像很多人 他一听到说要到睡眠检测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回答说可能得去医院的睡眠中心 那去那边做去过夜 身上绑一堆仪器 我上次我们节目介绍 后来就有听众赖给我就说 他们去挂了 但是就要排很久队伍 因为大家都在挂号等着去医院睡一觉 所以也排得很满 对 显见打呼的人还真不少 对那尤其遇到要认床 对对 在家里还睡到可以打呼 去到医院大概不会打呼 因为根本睡不着 对就根本没有办法检测到那个数据 因为他要看我们的打呼的声音 那那个脉搏血压 还有血液含氧量 这些其实是都必须要的 那所以在我们诊所 也可以租这个居家睡眠检测仪 就让病人就回家去检测 看是我的小蛇有问题呢 还是我鼻塞有问题 还是鼻中隔弯曲 这些都可以检测吗 他主要检测是比较仔细一点的 那也是也需要连接一些仪器 背在身上 那假如说更简单的 就是像现在我们的智能手表 他其实一般智能手表 他都会有类似的功能 那会连接到我们手机 他会有程式可以做统计 那做表格 其实对一般就意的人来看 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 那更容易了解 那你看到有那个 就检测营 你看到数字很吓人的吗 你个晚上几乎没怎么睡 可是他一直以为他有睡着 对一直以为有睡 但大部分人就是很惊讶说 他都没有在喘气 就是一直呼吸可能会停好几次 也可以这样 对我们白天醒着的时候 不能呼吸或头在水里面被压下去 都会觉得很恐怖 那睡觉的时候 就好像跑在水里面睡觉 不能呼吸的 这样可能一分钟 没有呼吸的常常停止 最长是多久 有的可能超过一分钟都有 那不是会变笨吗 平常憋气可能都没办法那么久 所以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的 就是精神 是 休息的效率 那这样的严重的病患 你就帮他怎么治疗 像现在主要接受度最高的 还是止汗雷射 止汗雷射 因为像就止汗牙套 或者是其他的呼吸器的话 其实一直都有啦 但是效果 应该就是会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有乙无的感觉 了解 了解 真的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还是要看医生 不要想说打呼 没什么 但是如果真的到睡眠 呼吸中止 像小强医师所说的 停止呼吸 真的真恐怖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宜鹤牙医诊所的院长 陈国强 陈院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院长 最后我们来选一首歌曲 送给乌克兰的朋友 是非常好听的 洪瑞香所唱的北南辉 一起祝福乌克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